原来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 而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他是在灵里讲奥秘的事 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那讲到的是造就教 圣经很清楚说 当我们说方言不是对人说 是对神说 跟你旁边说 对神说的 对神说的 对 你讲方言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 现在的东西搞棍工丘 不要以为那天想方言是啼笑 叮咚的 不尽一声 不是的 你看牧师是不尽一声叮咚的吗 不是的 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每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 我们是对神说 再一次跟旁边说 对神说 对 对神说的 因为你当你在讲方言的时候 你不是在 不是在普通的一个情况 圣经说 你是在灵里讲 in the spirit 灵里讲大名 灵里讲 所以每一次你讲方言 你怎样把你自己转到灵 灵恩呢 你把自己转到灵的里面呢 你讲方言的时候 你就是把自己从肉体到灵 每一次你讲方言的时候 你就是用你的灵来讲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要你注意这个字眼 大家讲在灵里 大家讲在灵里 这是一个关键词 首先 我要你明白圣经说 说方言不是给说给人听的 是对着神说的 因此名是你叫方言 那就是在灵里 保罗说得很清楚 说方言的不是用脑 是你的灵人在说 跟你当地说 是灵人在说 我们人体的构造是灵魂体 就好像上帝有三位一体的神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所以我们人的构造 跟着他的形象一样 也是灵魂体 但是如果我们用 主耶稣我感谢地 我会厉厉传道来祝福 这是我用脑 用悟性 但我用灵来祷告的时候 那是我的灵人 这样祷告 明白吗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要你记住 在你灵魂体这三个字很重要 跟你当地讲很重要 很重要 保罗帮助我们明白 每次你说方言 你是跟上帝沟通 你是在跟上帝对谈 虽然谈的内容你不知道 但内容肯定是说奥秘的事 但你说奥秘的事 奥秘的事 还有就是每次你说方言的时候 就是造就自己 建立自己 或说对自己有益处 这是圣经这样教 我就这样信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复杂 圣经说每当我说方言 我是跟上帝 第一个观念是圣经教 圣经讲教 我说方言是跟上帝说 不是跟人说 每当我说方言 我是讲奥秘的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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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讲这个见证 因为我有母神难忘 有一天 半夜 我醒起来 我不是每次半夜醒起来的 有一次课别醒起来 我的右脚很痛很痛 忽然间很痛 不是因为有病 我很健康得很 我脚很OK 但是我脚很痛很痛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在方言打卡 把他喧嚷 方言打卡大概半个小时 之后 我很清楚圣灵对我说 明天你去探望你的奶奶 我大概也有 半年至九年去探望我的奶奶了 然后我相信圣灵感动我 明天各天我就去找我的奶奶 我去看我的奶奶 半夜三点多也就是我脚痛的时候 我的奶奶在厕所 活蹈 也是右脚 奥秘的事 大家讲奥秘的事 奥秘的事 当你跟圣灵 你常常有放眼祷告的人 你就对圣灵敏感 当你跟圣灵有敏感的时候 你就会 圣灵会告诉你很多 关你奥秘的事情 当时我不知道 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我的脚很痛 所以我就用方言来祷告 可是圣灵明白 圣灵知道 所以他跟我讲奥秘的事情 我不明白 后来我去到我妈妈那边 我的奶奶那边 才明白 为什么我三点半 我半夜醒起来 为什么脚会痛 连在我的阿妈 也都在厕所里面 所以看到没有 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次你方言祷告 你是在零里祷告 in the spirit 那他讲在一次 在零里面 在零里面 二十小时 你每天过生活 你不可能在零里面 当你放眼祷告 the moment 你在放眼祷告 那个时刻你在放眼祷告 你就是在零里面 我们不能够 每一个二十小时 很属灵的 我们属灵 不能够 但是 whenever 每一次你在放眼祷告 口罗口罗口罗 你就是在零里面 这个很重要 你马上 瞧不同的 jannet 从肉体到属灵 从肉体到零里面 很重要 所以我鼓励人家常常说放眼祷告 虽然你不懂 虽然你也不明白 里面内容是什么 你放眼祷告很重要 所以 所以 我们就